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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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Jimpy 腐蝕主題活動混沌理論在昨晚的凌晨推出了 裡面除了造型全家寶還有平衡改動和新的內容熱量護盾 這條影片會看看以下的內容 Mastiff更新之後還是Maiop 腐蝕邦加直布羅陀偷nerf 新道具熱量護盾的實用性 明天晚上7點 小弟將會進去社群春季邀請賽道陪跑一下 EA提供了10個1000APEX幣的罪號給觀眾抽 另外上次贊助APEX幣沒有拿到的重抽方法會在影片後面跟大家說 想抽的就可以明天來到直播看我死 和看片後面的參加方法 首先我們先對比一下在更新之前Mastiff的傷害和蛇速 和更新之後Mastiff的數值速度比較的片段 實際的改動就是每秒射速由1.0變成1.1 每顆子彈的傷害由13-11 Mastiff一槍是48顆子彈 所以不爆頭的最高傷害由104-88 更新之後入遊戲試了一試感覺分別挺大 主要就是射速真的高了很多 到底這個改動有沒有改善Mastiff OP這個問題呢? 就先要了解一下Mastiff OP的原因 以前高手比較喜歡用的玩法就是射一下 躲回去再射一下 換句話說就是在高手手上的Mastiff 可以輕鬆不打頭噴出104的傷害 立刻躲回去掩體完全避免傷害 可以再射就再噴104 直接殺死任何沒有滿紅甲的玩家 這樣還未完 更加OP的地方就是敵人倒地之後 止住的屍體一槍射下去再打104 直接收敵人 半秒內換個甲繼續射爆下一個敵人 在這個速度加快但減傷的改動之後 這一招已經沒那麼有效了 首先就是兩槍身體全中 加起來只有176傷害 只要是有指甲已經可以避免被人兩槍秒殺 雖然是射速加了不少 但在近戰對槍的期間要多射一槍也是很浪費時間 更加不說噴出來如果瞄不準的話會變成11滴 另外用來收頭也最少要噴兩槍才能收到 相比在更新之前的確OP的感覺減少了 現在用Mastiff要在短時間內大量輸出的話 就要比較像Eva-1一樣直接衝出去狂按 當然之前的打法還是可行的 只是會浪費增加的射速 所以我個人的感覺就是 這次的改動對減輕MastiffOP的情況的確有幫助 但同時也沒有減少太多這支槍的強度 總體來說這次的平衡都算不錯 但這個改動就應該不會減少Mastiff的使用率 然後我們就看看英雄在這個更新的偷Nerf 說明是偷Nerf當然有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這些改動了 首先就是直布羅陀 除了在更新日誌裡面有寫的Nerf 也就是在Q技圓盾內對隊友用寶品的速度增加被人拿走了之外 官方還有偷偷地Nerf了他的被動 沒有在更新日誌裡面說的原因就是這個Nerf 官方將它定位為Bug 所以說這個只是流動修正 說了這麼久 這個偷Nerf就是直布羅陀的被動槍盾的傷害逆出 在這次的改動之前 直布羅陀的槍盾一直都是對槍的惡夢 因為就算是Kraber一槍射下去 肥仔的被動槍盾都會擋住一槍的傷害 雖然是爆了他的盾 但這一發的傷害就會被盾吃光 剛才槍盾本來只有50甲 被Kraber射或者Mastiff等等單發打到50以上 都會被人直接擋了他 官方說這個一直都是Bug 雖然我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Bug去到第八季才修復 而在這個更新推出之後 肥仔的槍盾就會有傷害逆出 也就是說假設你的槍盾被人打了100血 扣除50甲的傷害之後 剩下的傷害就會去到你身上 如果你有甲就扣甲 沒有甲就直接扣血 不過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令肥仔這次真的算是一個大nerf 這個問題可以在以下 由Anderson提供的片段中看到 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話 一開始是在嘗試傷害益出更新之後的情況 看起來非常合理 和想像中一樣 不過下半段又提出了問題 可以看到他在找一個只是射到槍盾 但不會射中肥仔的角度 射出來之後 傷害打爆被動槍盾的同時 明明沒有直接擊中的肥仔 但肥仔也是受到這發 Kraber益出的傷害 這樣代表槍盾的傷害 現在是直接轉移到肥仔身上 而不是剩下的傷害 打中肥仔再加上去 換句話說 現在肥仔開盾 就等於在正面 增加了一個巨大的攻擊判定盒 如果我是肥仔的話 看到對面又打52 上去追我也不敢開盾 直接由更新之前的對槍惡夢 變成了對槍傻仔 至於邦家和腐蝕的偷nerf 都不是亂說的 邦家和腐蝕的共通點 當然就是他們都要用煙 這個nerf就是有玩家發現 更新了之後 煙的效果好像沒有那麼濃 還問開發者 這是不是bug 開發者的Ghost 就在Twitter上回應 這個不是bug 是遊戲團隊故意做 不過這樣更奇怪 官方知道這個改動加進遊戲中 但卻特地沒有在遊戲更新日誌寫出來 在邦家全家寶推出 和在腐蝕為主題的活動 偷偷地nerf他們一下 Respaw真的挺狡猾 無論如何 除非有很多玩家再投訴這個問題 如果不是這個巨大的傷害判定 都應該不會拿走了 最後我們看看新的道具 熱能護盾 熱能護盾在限時侵略模式中 降落的時候會送兩個給你 使用的方法就是按下 裝備生存道具的按鍵 不太清楚我預設是哪一個按鍵 因為我預設是沒有的 大概就是預設鍵和我切好的按鍵 相撞了 大家進遊戲前 就要先看清楚自己的遊戲 將它設成哪一個按鍵 防火盾會放在生存道具欄 所以不會佔空位 便攜式復活台都改成 只能放在這個道具欄 所以這兩個道具只能二選一 按鍵使用防火盾就會被你選擇放置的位置 掉下去就可以擋住火圈的傷害 但不會擋住子彈 在成功激活的盾內復活快25% 用寶品快50% 這個速度的增加非常誇張 想在盾內用一個鳳凰只要4秒就可以拉好 不過有很多人都誤會了盾的用法 以為在任何地方放盾就會有buff 放出來沒有加速又在罵Apex有buff 原因是防火盾只會在被毒圈激活後才會有增加速度的效果 沒有被激活的盾基本上除了告訴敵人你在哪裡都沒有用處 當然你也可以預先丟盾在地上 讓毒圈收到自動激活的防火盾 那這個防火盾到底有沒有用呢? 昨天終於有空玩了幾個小時 就發現這個盾非常op 可以預料這個盾在高端場和比賽的使用率都不會太低 而且盾的出場可能會令玩家更想在毒圈的旁邊逗留 就算沒有在毒圈裡也可以放過防火盾在圈邊加速復活或者回狀態 個人感覺這個盾的電量有點太高 放出來之後在第二三個圈可以在圈裡逗留很長的時間 期待未來高手多些運用這個盾去扭轉漸放 上一條影片就說到看到最後就留言寫個hashtag解放腐蝕 沒想到那麼多聰明人看到最後的 今次就獎勵一下你們了 之前EA贊助的1000APEX為抽獎有兩個得獎者沒有領獎 在我的影片和IG都說了 10號沒有給我獎就要重抽 所以今次在留言區中留個hashtag拒絕偷nerf 然後再說一下你們對今次偷nerf和熱能胡同的看法 在下一條影片推出之前 我就會抽出新的得獎者在影片和IG上公佈 這個頻道每星期都會推出APEX相關的影片 不想錯過的話記得按下訂閱和按下鈴鐺 這個頻道出片的時候就會收到通知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一條影片再見 唉...那...拜拜 小鬼 是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